车子加完油 员工没有马上的把钱接过来 客人等得不耐烦 就直接把钱丢在地上 一辆宾室轿车到台南那间加油站 加完油 车主夫妻俩都想要同时付钱 但是当时员工打算要先按完发票再拿钱 没有想到疑似让太太等得太久 太太竟然就直接的从副驾驶座 把钱就扔到了地上去 让员工来捡起来 结果这段画面曝光之后 也被网友批评相当的不尊重人 边帮车加油边和车主交谈 正当油加好了 副驾驶座的位置伸出一只手 手中拿着钱 这时员工转身放油枪盖油箱 前后不过五秒钟时间 对方等得不耐烦 竟然把钱直接扔地上 这一幕看在网友眼里简直傻眼 有人说重复看了十遍是故意丢的 还有人怒呛垃圾车夹什么油 更有人开酸 这宾室大概就台币十万登记 副驾的人哪来自信是贵妇 要贪几十多钱 就这样买购 五丽毛的顶部 我买贵她 那不可以这样子 当晚这对宾室车夫妻 来台南这间加油站 加九五花了1144元 夫妻俩都打算付钱 她想说闲案发票再拿 结果车主太太突然把手中的 1300元丢在地上 她老婆跟我道歉 说不好意思 然后她就走过去跟她老婆说干嘛这样 她老婆都没有讲话 不久前才有C300兵士哥在加油站加油后 翻脸不认账 害得攻读生自行补差额 现在又有兵士女乘客丢钱让人捡 夸张行进的顾客 真的让加油站员工行好累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好 好